各位大家好,歡迎來到今期的星島會合室 今日的節目主持人又是我Ryan潘瑞希 今天坐在我旁邊的兩位就是中美文化藝術協會主席 譚國良先生和中美文化藝術協會的董事Lucy 你們好,和大家大聲招呼 Hello,你們好 你們好,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說有旗袍皇后比賽即將到來 是 會長不如和我們介紹一下中美文化藝術協會 灣區各位僑胞先生們、女士們,大家好 中美文化藝術協會第十四屆旗袍袍皇后比賽 以六月二十九日晚勝六時在Saint-Matelle-Hilster劇院隆重登場 非常感謝國際人士及旗袍外殼者多年來的支持及贊助 這也是我們本會一個強行 我們日有舉辦三三聲音 美可姻緣及青少年歷史詳式比賽等活動 回顧很久以前 華埔之前是沒有辦旗袍這個活動 就在2007年 黨任市長劉三 他前來拜訪中華總會館 以黨任中華會館總董林炳青先生 他也是我們的創辦人及幾位相董會談 他提議在華埔提議各項文藝及第二營的活動 藉此吸引遊客 以本地的居民到華埔觀光消費 借對華埔經濟、鄭友所給益 就此在創辦人林炳青先生及創會長夏玉芝女士的真心策略下 並於2008年成立了中美文化藝術協會 我們當初在華埔花園國廣場舉辦旗袍皇后比賽 深受歡迎然後走上新亞洲大酒樓、酒蘇 再登上大舞台影出 已經經歷了16個春秋 使得中華旗袍文化在華埔佛洋港大 處處開發取得輝煌的成就 有目共睹並得到各界女人士 愛學旗袍女士的肯定和支持 這是離不開我們本會的前任會長 和各位董事的共同努力和無私奉勸 同時國會議長 Nancy Brossi 以協會推廣旗袍文化 共勸良多特別噴法賀藏 以六月為加州文化瑜 這時當時市長李敏仁日噴賀藏定六月為奇袍文化瑜 藉此我們又繼續努力把中華奇袍文化 佛洋江大 衝生感地各位人士及外賀奇袍的女士們 勇奉勇報名參加及鼎力支持熱情捧場 感謝大家 都很厲害 真是可以和各位講述這個奇袍文化瑜 和為什麼會有這個奇袍皇后比賽 都是為了洪洋我們這個 算是中華文化的其中一個方面 展現我們亞洲或是東方女子的形態 沒有 我們這個奇袍皇后比賽 是在什麼時候 或者是有什麼 如果是想報名 有沒有什麼條件或需要注意的地方 會是在6月29號晚黑六點 星期六來的 地址是Heart Theater 3115號 Del Monte Street St. Mattel 郵區就是94403 報名費150元 學生有優惠就是110元憑學生證 學生的話就可以便宜了40元 18歲到28歲就可以110元憑學生證 已經報名 如果你到時不出席 是沒有得取消的 沒有得去還那個報名費 那參賽者必須出席6月1號簽到 因為那是第一次培訓 還要培訓 是在皇宮酒樓三藩市唐浮的 818號Washington Street 接下來還有兩個彩排 就是total的話是有三次的彩排 第一次就是6月1號 第二次就是6月15號 第三次是6月22號 就是6月29號比賽之前 就做了三次的培訓 是 但是後來那兩次就不是在皇宮的了 是 所以有分A組 A組就是18歲到40歲 紅寶石組 第二組就是41歲到70歲 就是鑽石組 分開兩組 18到40歲的女士就是紅寶石組 41到70歲的女士就是鑽石組 分開比賽分開班獎 是 每個組有五個獎項 另外今年增加了一個才藝獎 這個獎金是300 前面的皇后獎就是500 即是今年才開始有這個才藝的獎項 是今年特別設的 所以很多大家以外的旗譜 都可以拿你的 可以來參加一下 是的 一些長說演示一下大家 我們注重的才藝 展示一下自己 是的 那支票呢 報名的時候寫ACCAA表格和 填表格和支票一起寄給 我們有幾位連絡人 填表格和支票一起寄給你們 是 表格和地址我們會放在視頻的最後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無妨去填一填表格 就參加我們這個旗譜皇后比賽 是 如果想聯絡或者報名 我們也會有這個聯絡人的電話 是放在我們視頻的下面 所以大家就不用擔心 我想報名不知道去找誰 是的 是的 就想問一下 我們如果報名去參加我們的旗譜比賽 那有沒有一個 你們到時都是評委 會長和董事都一定是評委 是的 是的 我自己有個少許的問題 就是私人一點 就是我去 一位女士報名參賽 可能她的旗譜就不是那麼漂亮 但是這位女士生得很漂亮 你說她會不會拿獎呢 你們的評價是會先看她的旗譜 還是先看她的人是否漂亮 最主要都是看 我想是顯示了旗譜出來的 哦 就是都是以展示旗譜為重 就不是選港者 誰漂亮就誰當選 是的 都是相當公平 我們都是叫旗譜王后 一定是要展示旗譜的美好之處 或者是展示旗譜獨特的文化 才可以在我們的比賽中獲得桂冠 是的 如果是參賽者 就入場比賽 如果是有些親戚 或者是我的朋友想去看 是否需要到時去到那個地方 還要買票進去呢 需要 需要的 門票是35元 一位 VIP就50元 VVIP就100元 哦 還有VVIP 是 即是三個不同的class 是的 如果各位想去比賽 記得按一下我們視頻下方的連接 到時會有這個表格 還有這個 報名的電話都會在下面 如果你參賽的 你又想叫你的朋友一起跟你去看 你穿旗譜的漂亮樣子 記得到時又要提前買這個入場票 因為你到時去觀看這個比賽 都是需要買票的 是的 好 謝謝兩位 介紹這個 旗譜王后比賽 以及我們的中美文化藝術協會 給大家聽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 都可能未必知道 其實6月就是我們的旗譜文化月 是的 做完這個節目之後 看完這個節目之後 我相信各位觀眾 都會對旗譜了解更多 也都歡迎各位到時去參加比賽 或者去觀看這個比賽 多謝兩位 多謝多謝 拜拜 拜拜 拜託